在菲尔鐵塔 羅浮宮的出入口 都遭群眾堵住 被迫暫停營業一天 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呼好无奈 汽笛声响彻云霄 群众举着各种旗帜 标语走上街头 法国反掩盖示威 气焰不减反身 大马路上一辆车被烧得焦黑 完全化为废铁 另外还有垃圾桶 柱子等熊熊燃烧的物体 遍布法国各大城市 高速公路也被浓烟笼罩 影响交通 民众举着信号弹走在铁轨上 整条铁路大瘫痪 铁车完全无法通行 不只如此各大观光景点 也被抗议群众攻占 最具代表性的爱菲尔铁塔 挂上暂时关闭的标语 游客只能在远处拍照 另一边罗浮宮前出入口 也被完全当住 被迫暂停营业一天 全世界都要跟我们的孩子们 人们都要赚钱 人们都要赚钱 而这些人都要赚钱 是很厉害的 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超无奈 但法国工会大罢工还在持续 这起源于法国总统马克宏 强行通过法案 把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 根据周一公布的民调 马克宏支持率跌到直剩两成八 法国宪法委员会将在周三 针对这项改革法案做出裁决意见 接着综合报道 结果 有关 云